大家好歡迎收看阿龍開箱 今天要跟各位開箱分享 鬼滅之刃核玩MegaHouse旗下 所出版的情景 那是第一代呢 所推出的角色剛好就是主角群 由最左邊的這個 我妻善意漢子郎 然後迷豆子跟這個一隻豬都有 那看這盒子的外觀 非常非常可愛 旁邊就用它這個主要的這個 主色系去做一個呈現 底部呢就是全部都沒有東西的 上面就像這樣 我們不囉嗦來看一個開箱吧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裡面的小包裝呢 就相當可愛 一樣有這個角色的照片在外面 色彩已經相當可愛了 那後面因為我這個是代理版 所以它後面還是會寫說這個 日本國外販售的 好那我們不囉嗦來看內容 我們首先看到這個迷豆子 Nezuko跟這個香奈呼 非常可愛 這一個透視呢蠻厲害的 後面這個非常小的一個角色 好再來第二款看到是這個 Zainz 非常厲害 因為這個善意真的很小一個 可以看到它的塗裝好 然後還有這一個臉部 非常厲害 好把這個善意裝在月亮這個固定位置以後呢 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個場景 非常厲害看一下細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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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看到這個呢 非常可愛喔 這個在討論這個全奇長中的這個狀態 那這個伊之助以及這個善意的類的鑰匙這個神情 刻畫的相當不錯 好 探上一副沒事的樣子 好 我們最後看到的是我個人這次非常喜歡的 緣武火之神神樂 非常帥 各位看一下 哇 這真的太厲害了 各位看到下面這一個部分 它有上一個紅色的火光的感覺 這樣看起來下面就是一個紅色的這種感覺 那另外一邊呢 它這邊還做了這個黑色的處理 非常厲害 就是在夜晚中 然後這個火刃 然後發光的這種感覺 非常厲害 這個黑色的火 bir汽車 可以看到這一個紅色的小さ 那麼 當然是有個黑色的大品 香氣水 非常穩重 是清洗的方法 impact Captain D yep 繼續炸了 好的那今天開箱就介紹到這邊 個人是非常推薦大家入手 我是一款鬼滅之刃的長金屬 算是第一個長金屬合完 非常有經驗價值 而且透視跟精緻度都有到位 喜歡的朋友也可以幫我按個喜歡或訂閱我的頻道 再見囉